大家好,我是老黄 在上上的视频我曾经说过 我要把十几年前的一篇小论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在分享之前 其实谈不上是小论文,就是一个工作总结 这是小组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经验 首先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就是那一年,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 因为我工作的律师事务所相当的大 现在规模已经小了 我去的十多年前,那时候非常大 广律师,移民律师,移民法律顾问 case worker,就是案例经办人等等的 加起来就70多人 最大的部门是土耳其 那个土耳其人的那个部门 光土耳其的翻译就有20多个 所以相当的大 这个公司呢,他们就是说 每年呢,在圣诞的时候 他们都要搞一个盛大的party 就是狂欢一下 那我去,你看那个就是 大家看到的刚才那个照片是在爱尔兰 爱尔兰呢,这个公司呢,就是包了飞机飞过去 然后在那边呢,五星级酒店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 大家狂欢 这是我那个时候拍的照片 也是我第一次打这个蝴蝶截领带 其实呢,我没有这个些装备 我那套西装呢,实际上也是虫子已经住了 都有洞了,那我也没钱去买新西装 所以呢,我就用那个黑色的圆珠笔 因为这个蟲子住了以后 它那个有洞的 洞了以后,里面的那个白的颜色呢,就出来了 我拿黑的圆珠笔往那个洞里面画两下 把它弄成黑的 这样子别人也看不清楚 不会盯着我的西装来看 那我这个蝴蝶截呢,是另外一个鬼老律师楼 那他说你怎么能不打这个呢,这个party上 我说我没有,他说我送你一个 其实那我还是第一次 那他说呢,就在那个超市里面都能买 他买了两套 就是那种,那个结啊 并不是说里面有一个白西装 就是那么一个领,领子的一个 然后呢,弄个东西弄一下 我也不怎么会弄啊 反正大家看到都是歪歪扭扭的 这是我第一次 后来呢,每次参加party呢 我都用这个,这个就是领带结啊 蝴蝶结 现在呢,我们就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 移民局在审理这个政治庇护的过程中 他的脑子里面有一个理想化的难民 也就是说符合他的这个理想化 这些几个要素 他就认为这个难民是真实的 那么有哪几点要素 那根据我的经验 这都十多年前啊 然后最近我又那个查阅了一些资料 然后呢,我把它更新了一下 我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这个像其他的频道一样 不是投资建议啊 只是分享啊,让大家知道 嗯,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讲究孙子兵法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你如果知道移民官 他是怎么来想难民的真实性的话 那么你看看 这篇这个文章 对你啊,听听我这些 这个经验对你有好处 核心意思就是说 这个可信度问题 因为一个人申请政治避难 只要你啊 你的理由是符合联合国 难民公约规定的五种原因 那么剩下的就是信还是不信 可信度 那么移民官他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一个人对过去的事情啊 呃,是不是说真话 往往就成为政治庇护的核心问题 啊,但是呢,这种说法呢 有的时候呢,是合适的 那对的 但有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对啊 嗯,那个,比如说吧 那个,我这里举个例子啊 那个移民官是怎么来认为的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他自己称自己 或者说谎称自己是政治活动家 啊,那么,但是呢 又自己说啊 啊,我在中国 我说的是中国人的案子啊 如果有中国人来报难民 他说我在中国就是政治活动家 政治意见人士 但是呢,又说啊 我没有被抓过 我没有被那个殴打过 我没有被迫害过 我只是请请喝茶 啊,那么 这种事情呢 往往会引起移民官对你的怀疑 啊,法官也会对你怀疑 因为你说你自己是个政治活动家 但是又说自己从来没受过 啊,因为政治活动而受到迫害 那,这个时候很自然的 人家就会怀疑 你说你是政治活动家 啊,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这一点呢 就是说,请大家注意 啊,那么 那,那民身份的确定 啊,往往就会变成了一个 对你这个人可信度认可 还是不认可 那,但是这个 移民官在考察这个问题 他没有重点啊 那个上诉庭的 有一个上诉庭的法官呢 啊,他就说呢 现在的移民官呢 在判定一个申请政治庇护 这个,庇护寻求者可信不可信呢 已经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亚文化的迹象 那,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一种想法啊 那么,现在大家可能就要问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想法 移民官到底是怎么来认为 这个难民是真实的可信的 好,这个理想化的难民啊 有以下他们的思想当中 根据那么多 我那么多年上千个案子啊 啊,加上其他组的案子 其他国籍的案子 我分析大概有这么以下八点啊 是他们理想化的难民的 可信的,呃,呃,呃,难民 第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生成那个逃难 那么在你出发之前 那假如是中国人 在你逃离中国之前啊 你有没有仔细判断你的危险啊 你的危险到底那个程度如何 是不是很危险啊 是不是生命有危险 或者就是非常仔细的分析 这是一点 第二,有没有尝试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搬迁 换句话说 这个问题移民官,嗯,每个身形政治庇护的人 大部分都会问到 他就是说,呃,呃,你有没有在自己国家跑到其他的省份去避难 呃,什么意思呢,我就这么说吧 呃,那个 假如你是个沈阳人,啊,东北人 你在你的那个省,比如说是长春市啊 或者辽宁市都可以 你姓法轮功,那么你被当地的公安局给抓起来了啊 受到迫害 那么你想逃难 那么你是立马跑到国外去 还是说我已经尝试了跑到其他省市去 比如说我为了躲避这个当地公安局对我的迫害 我呢,跑到上海去了 跑到北京去了,啊,甚至跑到内蒙古啊,新疆去了 他就说,你有没有做过这些尝试 呃,如果你做过了,啊,那么你告诉他我做过了,啊,那个,我从沈阳跑到上海去 呃,嗯,甚至呢 我花钱买了个假身份证,啊,什么在那里打工,啊,一年 结果后来查户口的时候,或者是当地的沈阳的公安局 通过什么监控,又发现我可能在上海 又跑到上海来抓我了 也就是说你在这之前,你已经尝试在国内 但是呢,避难但是不成功,所以呢,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往国外跑,啊,这是移民官的一种想法 其实呢,这种情况呢,是在某些国家 那你这么去认为是可以的 你,你想巴基斯坦国家 这些国家,他们就像我们中国一百年前的军阀混战 中央政府管不了下面的,各地都有自己的土皇帝 军阀,要割据一方,你中央政府要抓一个人 如果他跑到那个,比如说过去的那个山西 有个延西山,土皇帝,你跑到那里 在他的保护山下面,蒋介石要想抓一个人 未必能抓到,对不对,但是现在中共政府的独裁统治 根本就是像铁桶一样的,啊,而且比如说是法轮功 法轮功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受到迫害的 并不是只是在沈阳,在辽宁,所以,而且中国的户口制是相当严格的 你找工作,租房子都要凭身份证,啊,而且要赞助证,啊,你要到当地的公安局去登记 拿到赞助证,你才可以进行合法的正常的生活 那在中国这一点根本就不可能的,啊,这点移民官都相信 但是他们还是要问,嗯,如果你能够说出你已经尝试过了 啊,能够,比如说准确的说出来,啊,这一点对你的案子的可信度 啊,是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移民官的一种想象 尽管我们中国人认为,你们对中国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中国这个情况下,啊,你在这里,你怎么可能跑到其他省里,立马被抓了 除非是那个,那个,在其他省里面,非法的,啊,嗯,拿假,假的那个身份证生活 但那是违法的,你整天是担惊受罚的 那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有逃到国外才是安全的,啊,但是移民官不管这个 他一定会问,当然你要能够这么去说出来,你尝试过了,这对你有好处 有很大的好处 好,第二点,那就是说,在到达一个国家,你申请政治庇护 如果你中间渡过第三国,啊,比如说你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你是从法国过来的,或者是从波兰,现在一些东欧的一些安全国家进来的 他们都是欧盟国家了,你过来以后,那么移民官就说,你为什么不在中间的那个国家 第一个国家,第一时间申请政治庇护,而是要这么转来转去 最后跑到英国来申请政治庇护,这个可信度在他的头脑里面就打折了 什么打折呢,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不是真正的那种要逃难的 逃难的人,应该在第一个安全国家,在第一时间立马就报难免 这个才让你可信,哦,你确实是生命受到威胁,确实是要国际保护的人 你中间转来转去,最后跑到英国来,你像现在那么多难民通过英吉利海峡做橡皮艇过来 所以他们就说,你在法国,为什么不报难民,为什么非得要跑到英国来报难民 这个是英国移民官的一些理想化的,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第一时间第一国家申请政治庇护 那么你的可信度就要打折扣,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很多人是拿旅游签证进来的 旅游签证已经黑了两三年了,那么也面临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在两三年这么长的时间 现在英国你都不申请政治庇护,这个他一定会问,但是呢,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回答的问题 这个呢,一般呢,那个,这里我就具体不说怎么回答 因为这样子说呢,不太好,这个视频这样做的话,容易被抓住把柄 然后第三点呢,那个就是准确的记住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对你受迫害的事情 时间,地点,人物都能够非常准确的说出来,这个在他们移民官的理想当中 他们认为你是真实的,但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 以前我做视频曾经说过,有一个人他就说了非常的准确 时间,地点,人物,月份,天,都说了很准 结果上诉的时候,那个上诉庭法官说,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肯定是背的,不批你,就拒绝了 然后后来我们给他上诉了,结果上诉庭的两个法官判他的案子 说,怎么能把一个人的前后保持一致的回答的这个情况 判定,因为记得太清楚了,而认为他是撒谎的,怎么能这样呢 所以就允许他上诉,最后在上诉庭两个法官就批准他了 因为上诉庭一般有的时候换一个法官来,再重新审理,或者是两个法官一起审理 两个法官一起审理的好处是,有的时候他们当场就可以给你决定,我批准你了 这个刚才我是说到,这个准确的记住时间,地点,人物 而第四点,那就是说,能够并愿意在抵达之后,立刻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详细的描述事件 也就是说,你申请证庇护,实际上和上面那点差不多的,时间,地点,人物 但是呢,你这个顺序要详细,要按照他们那种想象中的时间,顺序来说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理解的,我什么时候怎么样,什么时候什么 就要非常合理的,这么有时间顺序的,把你的事件有条有理的说出来 从容不迫,这一点实际上是你一个行为举止 他根据你这个言谈举止,他来判定,你这是真实的 因为你这个时间非常的流利,时间,地点,人物又无缝结合 所以他相信你,那么刚才我说了几点了,一二三四,第五点 第五点呢,这个,这就是批评移民官了 移民官,实际上他们自己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了 比如说,他对中国人,他说,中国什么都是作假的 中国,中国处理膜都可以作假,中国奶粉也是作假的 中国什么东西都可以作假,护照也能作假 所以说,中国人一来,这个可信度,第一次印象就是大打折扣 当然他嘴不说,但有的时候他判决书里面 他的言谈举止,你能够领略出来 以前我的客人把很多证据拿出去 那么移民官就这么说了,中国什么都能作假 作假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根本就在他们衡量这个事情的真实的性上面 这个天秤上面呢,分量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 那个,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他这是先入为主 作为一个办案者,作为一个法庭的这个法官 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先入为主 大家都知道,西方的法律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在刑事案件里面,应该是无罪推论 不是说你一来,我先定于有罪 但是移民官现在就是他有一种怀疑文化 什么事情你说,他都是不相信的 都是怀疑的,negative的 他都是认为你在说谎 这就是先入为主 这个先入为主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是哪个种族 或者你是哪个国籍 甚至你是哪个性别 是男的,还是女的 宗教,或者没有宗教 这就是先入为主 这一点呢,也是要注意到的 然后,我刚才说了几点 哎呀,说了多了 1,2,3,4,5,第6点 第6点就是移民官的要求 在他想象中的一个人可不可信 就是说他对所有的事情都要说真话 这一点就很难达到了 有些东西,有些人 他不一定就是能说真话的 比如说,这里有的法官 他就承认 比如说英国的刑事审判的 曾经有一个法官 他在陪审团的时候 他就给出了一个类笔 叫卢卡斯指示的类笔 就是说,法官对这个陪审团说呢 人们呢,有的时候会说谎 比如说,例如 他从事的是支持正义事业 或者修于 出于那个羞耻 或者出于希望 向家人隐瞒他的过去做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他们撒了谎 正义事业 比如说,我这里简单说 以前共产党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 在国民党的政量下 你看很多地下党被抓了 他用的都是假名 包括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 被地下的地方的乡团抓住了 他用的也是假名 他会说我是毛泽东吗? 他不会这么说的 这就是撒谎 很多事情在现实生活中 大家都会是撒谎 尽管法官说 这个虽然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类比 但是呢,这个原则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你如果要求一个人 所有的事情都说真话 如果有一点他没有说真话 你就认为 这个人在所有的问题上 可能说的都是假话 就不可信 这一点呢 实际上就是怀疑文化 就是说有一点愤世忌俗的心态 就是说广泛的 你来反正你只要申请政治庇护 我就不相信你 这个呢,就是说是提到了 就是说在现实当中 实际上是一种神话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通常呢 他要求这个申请政治庇护人呢 按照这个移民官的 事先的一种期望来行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的说话 行为举止 你回答问题的态度等等的 你回答的问题的这种方式 你都符合移民官 事先都有一种期望 你按照他的一种所好 按照他的想象中的那种想法 如果你是对路子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的孙子兵法 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就是如果你按照他的这个方式 按照他这个问题 都能够给出有条不紊 而且就非常立刻的 没有事好犹豫的 或者一点点犹豫的 那这种回答 他就觉得很舒服 这样他就相信你是可信的 那么刚才我就说了几点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吧 七点 这里呢 其实我是综合了 那个我们这个办公室 其他人的意见 然后我就做出了一个 但是这个和不同的国家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 那个并不是说每个国家 都是那个移民官 对每个国家来的人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一般来说移民官想象中 如果你能够按照这些能够符合移民官的那种理想化的难民 那么你的成功率那就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有谁能达到这一点呢 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呢 这就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事情 甚至有的真正的难民来反而批不准 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很好的 但不完全是真的 他反而成功率高 嗯 这就是说啊 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呢 因为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啊 嗯 很多人呢 就是如果你是真正受过创伤的人 啊 你是不可能 大多数的这些受过创伤的人 他不可能非常准确的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 一个男人 你被殴打过 被羞辱过啊 你你甚至都已经抑郁了 你你精神都有问题了 你现在要叫他重复 回忆以前这些不堪经历啊 把这些事情说得非常准确 这可能吗 这非常的困难 还有妇女啊 女性 如果他受过迫害啊 受过那种非人道的虐待 甚至受过那种 比如说是那种强奸了 或者性虐待 你要叫他再重复过去的经历 再把过去的那种不堪经历 受人屈辱的这种经历再重复一遍 还要把时间地点人物说得详详细细 甚至是一些什么场景都要说出来 你说这可能吗 所以说呢 受过创伤的那种 往往他是对这些事情呢 他记忆不可能非常的准确 但是问题是 英国的这个这个古板的这个这个文化呢 就是移民官呢 他们很难摆脱这种心态 这一点呢 这一点呢 就是说在2004年 英国有个移民法 叫庇护和移民 它一个过湖里面 叫申请人的待遇 在这个里面 英国的这种怀疑文化 怀疑的这种那个这个是想法疑问 实际上都已经写在这个法律里面了 在第八节里面 已经以立法的形式放在里面了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说 人权律师总是批评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英国的一个 甚至可以说是英国的一个文化嘛 很死板 但不知道灵活 我想今天我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网友给我来信说 黄先生你上次说你这个工作总监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谈 那么我最近一直在忙 一直在忙 非常忙 那么今天晚上呢 算是有点时间了 我就把它说一遍 希望呢 对大家有点帮助 谢谢大家